大家好,我是微手工的微微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折这个铁线帘 这个铁线帘呢,由两个花朵组成 两个花朵,以及一个花的底柱 然后,这个两个花朵的折法是相同的 我们只折这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花瓣,大的花瓣与外边的花瓣的折法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这里教大家折这个花瓣与花线,以及这个底柱 好,下面我们来折这个花的花瓣 首先我们准备一张方形的纸 然后将它对角线折一次 然后打开 向另一个方向也是对角线折一次 打开 然后这时候我们用相反的方向来 折它的对角线 这样我们折好之后,根据它的折痕就可以得到一个 这个就可以得到一个小的 给它放过来,根据折痕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小的四方形 然后我们将这个四方形 小的四方形的两条边拿起来向中间折 折出一个小三角形 另外一个边也一样,也是向中间折 我们折好之后呢,将这一个打开 将这几个都打开 打开之后 拿起器中的一个角 将它向里折 折到里边去 折完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将它折到里边去 其他的角也一样 用同样的方法将它折到里边去 根据我们刚才折过的折痕 折到里边去 这回我们折到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里边都是这样的 这样都折到一起 然后我们将 里边的这个三角露出来 然后沿着这条线 把这个打开 向这里边折 首先我们先沿着这条线将这个折一下 向中间折一下 然后打开 沿着这条线刚才的折痕 将这个 沿着这条线折痕折一下 然后再这样的打开 然后再一共有八个相同的角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角我们也折完了 其他的呢 也根据这个一样的方法折 向中间折一下 打开沿着折痕 再折一下 其他的也一样 原来我觉得这条线的黑衣人 突然也是那一样 一样的 至于是 大规色的 这是 什么 脆 小破 又 逃 太 好 这样八个角我们全都折完之后 然后根据刚才的折痕 这个往里边折 这边也一样 也是往里边折 然后沿着这个角 刚才折痕的这个角将它折下来 这边一样 然后向下折 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形状 另外上个方也一样是这样的折法 沿着这条线折下来之后 向下折 打开另外两个方向也一样 下折 我们折好之后呢 将这个纸把它藏起来 这一方在外边 我们看到了 这边在外边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 将这个沿着一条线 向中间折 把刚才我们折过的这个地方就漏出来了 其他几个方向也一样 向中间折 看起来一个第一种像是这样的一样 加起来一个小的一个方向也一样 加起来 好 大家不要一样 让这边再拿起来 好 大家想送得到 空咱用 让这边 好 大家%小的能够 这回我们将中间的这个部分露出来 把这个折过来的东西藏起来 这样呢 我们大概在它这个二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在这个二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把这个角向下折过来 一共有四个边都是这样折过来 我们折的时候这个边 这个地方压进去 这个地方不要露出来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将它打开 四个花瓣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朵花呢 是由下边和上边两个花瓣来构成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折一个花瓣 这里我们就不再折了 现在我们来折这个花心 这个花瓣放到一边 我们来折花心 同样拿出来一张纸 然后将搅一搅对折 然后翻过来边与边对折 然后将自己打开 颜值折痕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小四方形 然后将这个角拿起来 沿着中间的小子对角线向中间折 其他的方向相同 也是一样 像中间折 然后我们将这几个都打开 将这几个都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这个边和刚才一样 都是向里折 沿着刚才的折痕 将它折到里边去 这也是沿着折痕 折到里边去 打开一边就折到里边去 然后我们就折到了一个这样的形状 现在我们将这条边拿起来 沿着这条线向里边折 这样的折一共我们要折八个角 现在是两个角 然后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了我们这个八个角就折完了 然后呢 将这个边沿着这条线向下折 一共有四个 二 三 三 四 好 这就四个 让我们将它整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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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